欢迎回来继续来关心国际消息 罗马天主教教宗本独十六市 十六号在黎巴嫩访问时表示 世界迫切需要正义与和平所建造的友爱社会 这是高龄85岁的教宗 自从上任以来第四度走访中东地区 他也敦促区域内的冲突派别和宗教团体之间 应该和平相处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海滨中心 由35万名基督徒和来自基督教和穆斯林社区的宗教领袖 出席了教宗主持的露天弥撒 罗马天主教教宗本独十六市 在仪式上呼吁营造一个和平和友爱的社会 教宗上周六还会见了黎巴嫩官员和宗教领袖 他呼吁黎巴嫩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国家里 成为和平与宗教自由的典范 教宗表示 黎巴嫩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几世纪来共同居住在这片土地 而且很多家庭成员往往拥有着两种不同的信仰 如果一家人能以这样的模式存在 那么整个社会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星期日晚间 教宗结束这次访问返回半地纲 这是高龄85岁的教宗 自上任以来第四度走访中东 新潮人记者王晨光综合报道